公元1908年,掌管清朝近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驾崩了。 而自从同志继位以后,李莲英就成为了慈禧最疼爱的宦官, 甚至为了她破坏祖宗的法治,让李莲英成为了二品总管。 而在慈禧太后死后,李莲英就没有了靠山, 她的余生是怎么度过的,她的下场又怎么样。 李莲出生于1848年,本来叫李晋禧。 由于家庭贫穷,七岁时被晋身送到郑亲王端华府,成为太监。 由于办事乖巧,16岁时被调到慈禧身边,深受慈禧的爱戴。 1867年就成为了二品太监,但慈禧当时最重要的太监是安德海。 但仅过了两年,安德海因行为过激,这就死在山东巡抚冰宝针手中。 因此,李莲英开始处处小心,想方设法让慈禧开心。 后来,慈禧就让她当上了总管,让她走向了巅峰, 而慈禧当时只有32岁。 此后三十多年间,李莲英在慈禧的帮助下一路升迁。 在李莲英只手遮天的几十年中,就和慈禧的感情逐渐深厚了, 好像李莲英已经不是她的下人了,更像是慈禧的心腹。 由于慈禧太后看重和宠幸她, 让她这个宦官终于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权利和地位, 于是就利用这个机会开始以权谋私, 不光是大小官员都给她好处, 而且自己还有很多其他捞钱的办法。 慈禧太后也不傻,她也知道这些李莲英的事情。 而李莲英对慈禧的事情也很有好感, 对于其喜欢什么东西,她对此非常了解, 慈禧的心思完全被她看透了。 于是,李莲英取代了安德海的地位, 也成了二品顶带花铃的太监。 而按清朝雍正皇帝留下的制度来说, 太监的品级最高也就是四品, 这就看出慈禧非常宠幸李莲英。 而据史书记载, 慈禧太后经常召见李莲英陪着自己一起聊天, 这就看出二人的关系非常不一般。 并且,李莲英得势后并没有以强权欺压别人, 而对于地位较低的太监, 她却十分善良。 尽管如此, 李莲英还是遭到朝中大臣的攻击。 有人说李莲英和魏忠贤一样, 也有人说李莲英想干掉光绪帝。 在甲午海战遭遇惨败, 并赔偿了大量钱财后, 朝中大臣把失败都归罪于李莲英, 觉得他私通军中大臣, 以权谋私, 使战争惨败。 但现实是, 李莲英是个被锅侠, 这些官员不敢对手段强硬的慈禧太后大发雷霆, 只好把矛头指向李莲英。 并且那些称李莲英为受贿者, 从现存的史料中找不到实际证据。 据说他打光绪, 但实际上在西桃的过程中, 光绪也很感激李莲英的照顾。 光绪死后, 李莲英就向龙玉太后辞职, 返回早已修好的府邸。 到了晚年, 李莲英很少出去活动。 在1911年, 63岁的李莲英就病逝了。 之后, 人们打开棺材, 只找到一个颅骨, 的确是非常悲哀。 李莲英的死因也成了一个谜, 至今仍未解开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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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